好久没说杀雕电影了 今天就整一部 号称泰国周星驰主演的 无厘头喜剧 曼谷保镖 华强是泰国排行第一的保镖 名声在外 那死在他手上的雇主 没有八百也有一千了 命不够硬都不敢雇他 面向九十一声的富豪 偏偏不信邪 就带着华强参加了一个重要会议 结果突然冲出来一群吃枪劫匪 开始大开杀街 但华强的第一保镖 可不是浪德须名 在他的周全保护下 老板愣是没挨上一颗子弹 在工具人老板的辅助下 华强完成了一个个帅气的动作 最后朝准时机 用老板砸开墙壁 逃出生天 但没想到 歹徒开着四轮车追了上来 不过华强依旧不慌 此时他已经进入了忘国境界 只顾装摔 害老板中了两枪 中枪的老板及时送到了医院 好在枪伤不致命 因为华强的精心保护 医生的诊断结果是 准备后事吧 老板葬礼的这一天 家族请来了专业的哭伤团队 那家伙哭得 好像是自己爹死了 老板的儿子听到后 都忍不住想要随个礼 儿子小豪继承了亿万家产 同时也继承了父亲的保镖 但小豪不想像父亲那样死掉 就盯住华强 千万不要跟着自己 而刺杀事件的幕后主持人 就是公司的股东小胡子 为了独成公司 他又找人去刺杀小豪 好在小豪这次带的保镖非常正规 拼死保护了他的安全 不过小豪下落不明 小胡子猜测肯定是逃到了华强那里 这次他找了专业团队 一个个走路都带疯 颇有小马哥的架势 第一宝贵华强 此时还不知门外的情况 门外的杀手一脚登开房门 看着光苏送死的同伴 老练的杀手对着儿子说 你爱爸爸吧 当然爱了 那你先进去 而此时旁边的小伙先发自人 爸爸 你爱我吗 爱 但是你必须先进去 看着儿子们都送了 两位老父亲终于开窍了 我们不能一个个送 我们要一起行动 多亏了敌人制造的机会 华强趁机逃走 跳进了游泳池里 杀手手持双枪一跃而下 可能是运气不好 他跳在了遮阳伞上 华强含泪捡走了他的装备 却丢了自己唯一的护甲 于是随手拿了一个碗 放荡不急的奔跑在大街上 警察不知道判的是吃枪罪 还是裸奔罪 就把他送去了精神病院 好在富豪的妻子把他救了出来 因为他儿子失踪了 他要划墙 帮他把儿子找回来 而富豪的儿子在垃圾场被别人捡到了 就把他带回了家 好在 这家人心地善良 呼唬他当了自己的名表 就把他给收留了 而小豪留在这里的原因 是因为对这户人家的女儿一见钟情 经过了解 他发现 小红是个心地善良 喜欢小朋友的天使 于是 他就在这做起了义工 还捐了十家西方小学 久而久之 俩人也就看对眼了 就差轻盲销售 深入交流了 这玩意儿 附近发生了车祸 俩人就去现场帮忙 结果被电视台拍到了 导致他的行动就被人发现了 第二天 他们去超市采购 突然就被人用枪截死了 超市员工偷偷按下了警报 警察很快就赶到了现场 警戒传奇 双胞胎兄弟 气场十足 选择了非常帅气的慢动作掏枪 结果被歹徒轻松地干掉了 而就在这个时候 华强突然赶到 在热心路人托尼亚的帮助下 华强没飞一颗子弹 就轻松干掉了所有的持枪歹徒 我们两个真是太强了 而杀掉小豪的富豪老爸 图抹公司资产的幕后黑手 竟然是小豪的叔叔 夏宝海 叔叔逼着小豪签署了财产转让 但律师却说 协议上要盖上华强的手艺才行 这是富豪林农天交代的 华强自身一人 来到了敌方的巢穴 但仓库内仅止打手枪 于是华强丢掉武器 准备肉饿 而反派也非常讲道义 派出了得力干将和华强单挑 得力干将是个擅长用脚的高手 一扰左脚扳右脚 成功让自己摔下楼梯领了便当 而此时 主教练正在一旁热身 他是第二个登场的选手 一个泰拳高手 每一脚踩出 都宛如地裂三崩 然后 踩在了钉子上 热身运动准备安定 教练迫不及待发起了攻势 不愧是高手啊 每一击都打出了震耳欲聋的击打声 但华强面不改色 教练也仍不放弃 终于 他把自己的腿给踢骨折了 华强也摊牌了 事到如今 只能派出了爵士高手 泰国黄飞红 那不愧是爵士高手 华强被打得节节败退 那明明自己战斗力更高 为什么打不过黄飞红呢 经过一番思考 他终于找到了原因 当场关掉了黄飞红的背景音乐 失去了专属的背景音乐 黄飞红被轻易的击败了 反派这时候也不讲道义了 拆掉了进枪标志 就开始打手枪 既然都破坏了规矩 华强也打起了手枪 凭借着快入闪电的速度 和华丽的技巧 轻松击败了反派 成功救赎了富豪的遗伤和他的儿子 电影的最后 富豪的儿子迎娶了美娇妻 保镖和他妈妈幸福的生活在了一起 这部电影可以看到很多港片的影子 比如吴宇森的白鸽 还有经典的慢动作 帅气的枪战造型 甚至连佛山无垠角都搬出来了 这种虽然看起来不科学 但却无比舒服的动作戏 那也只能在老电影中回味了 我个人感觉呀 不是这种拍摄手法落后了 可能是因为 现在的演员吃不了这种苦了 那么这就要这吧 咱们下期见 哦 我们下期再见